这个世间波浪太大 投出投摸 生生死死 就苦多乐少啊 但是要修行的时候 这地方真是好修行啊 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都在考验你的功夫 决定不成烦恼 顺境里面没有贪念 要把这个心断掉 逆境里头没有怨恨 换一句话说 在顺逆境界里头 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 修什么 修清净平等 绝不必提 清净平等自然就绝了 那经常佛告诉我们呢 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敌得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这世界不错啊 这世界能让我们快速成就 那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缓慢了 这个地方快速 西方世界好处就是他的寿命场 无量寿 没有各阴之名 一生成就 这个世界波浪太大 投出投摸 生生死死 是苦多乐少啊 但是要修行的时候 这地方真是好修行啊 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都在考验你的功夫 决定不曾烦恼 圣经里面没有贪念 要把这个心断掉 逆境里头没有怨恨 换一句话说 在圣逆境界里头 无论是人私环境是物质环境 修什么修清净平等 绝不必提 清净平等自然就绝了 这个与法相宗 转世成至 这个道理相应 相宗跟我们讲 转世成至 六期 因上转 五把果上转 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 那是清净性 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 是第七识 不分别了 平等就新鲜了 这是古上转的 所以我们要重视 修清净跟平等 就是转六七识 六七转了 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 我们用什么方法转呢 就用这句符号 在圣经里面 才有一点点贪心念头起来 阿弥陀佛 就把这念头转到阿弥陀佛去了 逆经里面呢 才有一点点怨恨 阿弥陀佛 全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这个法子妙啊 所以祖师大德常说 暗和妙道 没有看到 好像这个再转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转了 这个佛号一句接一句 不让这间断 深圣佛号里面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功夫蠢了 这下面说 啊 在于每日行神念法 夜福与一项专念 这个神念法 是祖师大德他们说的 啊 于工作繁忙的时候 啊 事物 多 没有时间去念佛 啊 也没有时间 做造完苦 你就用神念法 早晨起来 洗脸 疏口之后 面向佛像 没有佛像呢 面向西方 净一口气 为一念 一念呢 不拘多少 一口气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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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一口气 叫一念 念十口气 一声不间断 也叫一项专念 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教同学 是另一种神念法 是神佛好 那 用这个神念法 时间就更 更容易 去做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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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念十句 一天呢 九次 早晨起来 阿弥陀佛 远过脸 速过口 念一次 晚上睡觉之前 念一次 这两次 阿弥陀佛 每一天三餐 吃饭的时候 阿弥陀佛 念世神佛号 再吃饭 这就三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就五次 那么你上午 上班 下午 上下班 阿弥陀佛 上班之 这个工作之前 坐在你的办公桌上 念十句 再开始 下班的时候 工作完了之后 念十圣佛号 再离开你的座位 上午下午 四次 一共九次 念字 在字 虽然很简单 时间一分钟就够了 非常有效果 为什么呢 时时刻刻 你都想着福 用这个做定刻 其他做散刻 散刻 什么时候想到你 什么时候你 这一天九次 一次十句佛号 用这个做定刻 真不浪费时间 不耽误工作 这个发文实在是 非常的方便 这都是 符合一项专点 说根以下 则如观经 所说 卧虐之人 灵于命中 得灵神教 智性悔改 神念称民 亦得往生 故云 神念必生也 这是观无量 受尽神教 受悟 无力 这种罪业呢 是经上讲的 做阿比地区 大悟不识 他在临终的时候 要是遇到个念佛人 劝他念佛 他真心悔改 能做到真心悔改 那是他 过去生中的善根 信心 这一生没修善 使我无力 临终回头 真正悔改 念阿弥陀佛 念诗神 断气了 也能往生 这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院 第十八院 说的 这个法门 太殊胜了 下面 老居士 给我们说 行者 应之 这个信心 念佛人 一定要知道 一项专念 只从初发心念佛 一直到临终最后一年 这叫一项专念 而且关键呢 是在最后 最重要的是 在你临走的那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你测试我测试 灵命中是最后的一念 是阿弥陀佛 所以 祝念就很重要啊 重要在哪里 祝念就是 唯一空他 最后一念忘掉了 我们用这个方法提前 让他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他就决定了 不管他 这个 这一生呢 念佛的功夫怎么样 最后一念太重要了 人在最后一念 往往没有把握 烦恼吸气 去先行 这个机会就失掉了 念佛念一辈子 到最后一念 他心里有牵挂 也不行 这些事情 我们都是轻声看见过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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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